说话直来直往的汪小飞 5号凌晨在微博上发文 通逼台湾确诊者飞到厦门 说这么多年看来实在忍不下去 按照我们北京人的话 在历史书里一定记着这帮罕见 还贴出日前大陆繁荣景象 通了自己签约时间店 对比家人在台北根本打不到疫苗 怒骂太无耻 太敌极了 我觉得它有点情绪化吧 疫苗这种东西不是说你要买就买得到 他讲话很不道德 就是你可能没有去详细评估过 我们真实的状况 汪小飞发文后经过很多次编辑修改 但这番言论已经造成满城风雨 港星杜文泽也跳出来反呛 帮台湾女人拨下中国人会不会才是罕见 这也让人在台湾的大S看了气急攻心 说他和他离婚 还说手续正在处理当中 大S和汪小飞婚后遇有一对儿女 但婚变消息不断传出 而今年三月两人才庆祝结婚十周年 晒出鸽子弹戒指和亲友们一同庆祝 没想一会发文挑动两岸敏感神经 让夫妻俩大吵一架 看到这件偷文 但是当然是会有情绪上来 两个人都放心不下小孩 要他们先忍一忍 现在说林家用张启云台北 采访报道